现实生活中,女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往往更细腻, 她们很少会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更多的是在内心嬷嬷地喜欢。 哪怕是很喜欢一个人,也很难鼓起勇气去告白。 她们更喜欢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生活的细节里。 有时候,明明相互喜欢,却因为都不主动而错失了爱情。 女人都在等待着对方的主动, 可迎接彼此的并不是期待的结果, 而是无疾而终的暗恋。 能够主动感受到爱情是一种幸福, 更多的时候,要善于感受女生的暗恋, 而不是默默地等待。 随着爱情越来越透明化, 女人的爱情观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含蓄, 但是也需要男人通过生活的细节仔细观察, 避免错过一份甜蜜的爱情。 一般来讲,女人最在意的三个部位, 主动给你碰一个,都代表着对你春心泛滥了。 一,女人的脸。 面对自己喜欢的姑娘,总想上去捏一捏她的脸。 这种轻捏的动作,只能出现在恋人之间, 也同样像挣扎爱情甜蜜的样子。 但是,对于并不熟悉的两个人, 若是想触碰女生的脸,会被对方嫌弃, 甚至是厌恶。 而女人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时, 却并不反感对方触碰自己的脸, 甚至会主动地把脸放在对方的面前, 渴望对方主动去捏一捏。 只是这些都是很隐蔽的动作。 当她气鼓鼓地把小脸靠近你的时候, 或许内心早已按捺不住对你的喜欢。 这不经意的动作是隐藏不了的。 倘若你察觉到她的甜蜜举动,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2. 女人的锁鼓 锁鼓算得上女人比较隐蔽的部位了。 前段时间,还在网上兴起了一阵热度, 可见锁鼓对于女人来说更像是一种骄傲的资本。 但是,女人的锁鼓一般是很难被异性触碰的。 如果女生能够主动地让你去触碰她的锁鼓, 或许她的理由很委婉。 但你要知道, 能够有资格接触锁鼓的异性趋止可数, 她对你的爱情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当女人想让喜欢的人触碰自己的锁鼓时, 会想一些含蓄的理由。 如果你有幸遇见这样的女生, 一定要明白她的心思, 不然就会错过。 3. 女人的腰 女人的腰算是身体比较敏感的部位了。 如果不是亲密的关系, 根本不会给机会去碰。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人, 一旦主动去碰触, 会被对方无情地拒绝, 甚至是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所以, 腰对于女生来说是很重要的部位, 不会被别人随便地触碰。 但如果是她喜欢的人, 那么态度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甚至会主动地让你搂她自己的腰。 比如, 一起逛街的时候, 她会很不自然地靠近你, 其实一直期待着你能搂她的腰。 有时候, 你不小心碰触, 她也并不抗拒。 她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更自然一些, 其实, 内心早已经笑开了花。 一旦你发现女人把这三个部位 主动地给你碰触, 实际上, 她已经对你春心泛滥了。 虽然很隐蔽, 但是当你有所察觉的时候, 一定不要视而不见, 要好好地把握住爱情的机会, 并且珍惜女人主动放到你手中的爱情。 人们常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句话揭示了女人对待爱情的倾向。 当然, 这里所说的坏男人,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坏, 而是大胆, 脸皮厚, 也就是那种有点无赖, 有点可爱的男人。 因此,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是需要坏一点的。 只要男人的坏, 是朝着好的结果和方向发展, 就能够让女生对他们产生好感, 也能够如愿地追求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女生。 其实, 一个老实男人要想学会坏男人追求女生的方式, 需要掌握四个技巧。 通过这些方法, 就能很容易地引起女生内心的波动, 从而让这个女生喜欢上自己, 最终就能够赢得这个女生的芳心。 一, 男人要在嘴巴上抹蜜。 坏男人和好男人追求女生方法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 坏男人会花言巧语。 其实, 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而是说, 这个男人在和女人说话的时候, 会哄这个女生, 会说出很多好听的话来。 例如, 一个女生问一个男人, 我美吗? 老实男人可能会说, 你不美, 但是我很喜欢你。 而坏男人却会说,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你独一无二的气质, 让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你。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反映出了好男人和坏男人在追求女生方式上的不同。 因此,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嘴巴上要抹一些蜜, 要学会哄女生,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让女生喜欢上自己。 二, 坏男人要学会厚脸皮。 坏男人和好男人的另一个区别就是, 坏男人的脸皮厚一些。 这并不是一句贬义的话, 而是说, 坏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不害羞, 不仅能够说出让女生脸红的话, 也能够做出让女生害羞的事。 例如, 一部分坏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向女生施爱, 也能够当着外人的面就牵女生的手。 而这种厚脸皮的行为就很容易引起女生心理的波动, 从而让女生对这个男人产生感情。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就不能太害羞, 要学会厚脸皮。 在对女生说话做事的时候, 要大方一些, 最好是能够让女生害羞。 这些方法都很容易追到女生, 让彼此能够有好的结果。 三, 男人要学会无赖。 在现实生活中, 一部分好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如果被这个女生拒绝了, 这个好男人就会直接地放弃, 再也不会去追求了。 但是, 坏男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绝不会放弃, 而是会表现出一种无赖。 坏男人在被女生拒绝之后, 仍然会死缠烂打, 会采取马拉松式的长跑战术。 而这样的一种追求方式, 就会让女生有一种气氛, 进而, 转化为一种感动, 也许就能够走到这个女生的心中去。 所以, 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要学会无赖, 不要轻易地选择放弃。 学会坏男人的这种无赖, 也许更容易让女生喜欢自己, 在后面能够获得女生的芳心, 让彼此一起走进恋爱婚姻中去。 好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通常是原则性很强, 态度诚恳, 每次约女生出来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而这种状态就会让女生感觉乏味, 也就会让女生失去交往的兴趣。 可是, 坏男人却和好男人是完全不同的。 坏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惯用的手法就是制造惊喜和浪漫, 每天都会给女生不一样的感觉, 每一次约会都会给女生不一样的快乐。 而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女生来说, 就是难能可贵的, 也很容易吸引女生。 所以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要选择不一样的约会方式。 如果在上一次约会当中用过了一次的手法, 在下一次约会的时候就不能再用, 必须要提前想好约会的方式, 这样才能够给予女生不一样的惊喜和快乐。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句话并不是说女人爱坏男人, 而是女人爱那种能够给予自己不一样惊喜和快乐的男人。 很容易对这样的男人动心, 这也是大多数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想法。 因此,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就不要让自己成为好男人, 而是应该成为一个坏男人。 当然, 这种坏指的并不是本意, 而是一种追求方式上面的与众不同, 这是每个男人都应该理解的。 所以, 建议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就可以学习上述的四个方法。 通过这些行为, 就能够给予女生不一样的感觉, 也就能够让女生感受到惊喜和快乐。 最后, 一步一步迎娶这个女生的芳心。 女人的心是水做的, 她的心里有没有你, 直接决定了是否允许你在其中游异。 若是她并不喜欢你, 甚至连普通朋友都不是, 那你这颗石头, 即便是砸进了她的世界, 也只会沉默, 甚至连一丁点的声响都没有。 而如果她也心仪于你, 那么你这颗石子, 哪怕只是轻轻地砸进去, 也仍旧能泛起层层的涟漪。 一般来说, 一个女人动情了, 才会允许你做这三件事情, 假装不出来。 一、允许你在公众场合靠近她。 女人不是傻子, 她很爱惜自己的名声, 而且, 在她的潜意识里, 到底只是把你当成朋友, 还是把你当成了爱人, 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果只是朋友, 那即便你们之间的关系再好, 私底下, 她可能并不会太过于计较, 甚至可以自由随意一些。 但是, 在公开的场合, 她必然会保持足够的理智。 事实上, 一个女人动情了, 她才会允许你在公众场合靠近她, 甚至有一些暧昧也没有关系。 如果不曾对你动情, 那她根本就不会这么做。 甚至, 如果你太过于靠近, 让别人产生了误会, 她还会在第一时间把你推开。 二、允许你平凡的示爱。 对于和男人之间的关系, 女人的心里其实有着很明确的界定。 哪怕对你有一些好感, 但只要不是爱你, 就一定会和你保持良好的界限感。 换一句话说, 女人如果根本就不介意你对她好, 那么即便没有答应你的告白, 在她的心里, 也仍旧是有你的位置的。 所以说, 一个女人如果会允许你平凡的示爱, 允许你这么做, 那么其实就是对你动情了, 假装不出来。 三、允许半夜去找她。 深夜, 从女人的角度来说, 是属于自己和爱人的。 作为朋友, 女人其实并不希望男人过多地打扰自己的生活, 除非是在她需要的时候。 否则, 男人过分地关心, 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而是一种压力。 毕竟, 这是朋友关系, 如果生了暧昧的种子, 那一切, 其实就都已经变味儿了。 一般来说, 一个女人如果会允许你半夜去找她, 找她喝酒, 甚至是在她的家里过夜, 就已经说明, 在她的心里, 给你定义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已经是对你动情了, 根本就假装不出来。 女人在感情面前往往会很细腻, 无论是对感情的表达, 还是在爱情中的表现, 她们并不会主动地展示自己的情感, 毕竟女人对待感情还是很认真的。 当然, 也并不是说她们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感情, 有时候也会在一些行为上夹杂着自己的感情, 需要的是男人的细心观察。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